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師公, 我們回來了 師公 爹 師公 爹 師公 爹 師公 師公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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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師公 這次非我可悲 他究竟是誰 他叫司馬爾 我這次一時不慎 被他打到我重傷 他現在還到處找我 如果被他找到我 我必死無疑 爹 不如讓我引開他 你自己走 不行 你這種武功 不是他的敵手 只賺得送死 那現在我應該怎麼做 我想 暫時躲在這裡 希望他找不到我 可是這樣做不是辦法 師父 不如我去找諸葛大哥 也好, 你馬上去 好 諸葛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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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見到你就好了 甚麼事 你快點跟我見師父 諸葛大哥 走吧, 走吧 你別問那麼多 諸葛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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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明白嗎 糟了, 難道你發現了 前輩, 我跟你無仇無怨 為甚麼要背後襲擊我呢? 你不需要詐傻笨笨 你來這裡一定是黃老頭叫你來幫忙 他現在在哪裡? 原來你就是打傷我師公的人 原來你就是個徒孫 讓我抓住你, 黃老頭自然會出來 前輩 冤冤相報何時了? 更何況他只是三尺孩童 你不應該欺凌弱小 廢話! 前輩, 你怎麼樣? 前輩 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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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幫我爹 你怎麼樣? 你...你別管我 你...快去殺了他 去吧, 去吧 去吧 黃老頭, 你要殺就殺 你這個任人妻子的賊 我做鬼也不會放過你 爹... 我不信 我爹是一個正人君子 他不會做這種事的 你說謊 你不信 就問問你這個喪德敗行的爹 看看他敢不敢否認 爹, 你說...你說你不是 是嗎? 不要 我...我沒有做過這種事 你...你快殺了他 黃成賢 你居然說你這麼迷你良心 你夠膽的當天發誓 你沒有做過這件事 是嗎? 怎麼樣?黃成賢 你不敢發誓 你...證明你心虛 我跟他真心相愛 他嫁了你這麼久 你都沒有好好的待過他 他是我的妻子 根本跟你沒有關係 你也沒有當過他是你的妻子 你也沒有...信過丈夫的責任 他是我的司馬家人 你不應該勾引他和他私奔 還生了這種野女 爹, 你告訴我 他所說的事是不是真的 這...全部都是事實 我真的想不到我這一生最尊敬的人 竟然會做出這種事 你不要做我爹 你不要做我爹 師父 阿姨... 阿姨... 師父... 阿姨... 阿姨... 阿姨沒有回來 師父, 他沒有回來 前輩, 你不用擔心 我想他過了這口氣就會回來看你 我一個女兒很固執 她知道我做了一件這樣的事 她又怎麼會原諒我 人誰無過 更何況當年你和司馬爾這段恩怨 誰是誰非都不容易下判雨 如果阿英懂得像你這樣想就好了 師公 阿英, 不如我出去找師父 你去沒用 朱葛公子, 我想麻煩你 我出去找阿英 我想你會有辦法勸她回來 你放心吧, 前輩 我會勸王姑娘回來 我就拜託你了 黃姑娘 黃姑娘, 回去吧 你爹很想見你 我不會回去 我可以一直這麼尊敬她 想不到她會做出這種事 她不會做我爹 你別管你爹做甚麼都好 始終他也是你爹 而且他傷得這麼重 難道連回去見面也不肯嗎 師父... 師父... 怎麼了 師父 師公說師父不回去 他都沒有面目, 偷生人世了 所以他自斷經脈 黃姑娘傳到他 爹 師父 師公 爹 阿英 師公 你終於肯回來見我了 為甚麼要這麼做 其實二十多年來 我都為了這件事 心裡很安心 師母這次來找我 反而給我一個解脫 我和你娘雖然是無名無分 但是我們的日子過得很快樂 到現在我都沒有後悔過 師馬兒這次來找我 他還是想我死的 我死了 他就不會再來騷擾你了 不會 他不會死 我馬上找大福 阿英 沒用 就算你找到華佗你 他還是救不了我 我死不要緊 我就是不放心你 我死了之後 誰會照顧你呢 我保險 他死了 那我死了 我非常感謝你 替我找到阿英回來見我最後一面 他只是守思路 我知道阿英很喜歡你 阿薇, 我一直都反對阿英喜歡你 因為我看得出 你不是一個平凡的人 但我看見你在深山住了幾個月 我就知道你可以一生淡薄 朱葛公子 我想把英許陪了給你 你替我好好照顧他 你…你答應我吧 你…你答應我 我…我答應你 那我就放心… 老爺…師公… 阿生 阿生 阿朝 吃火 難怪 不太多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 杨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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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幹甚麼?有睡不著嗎? 朱國大哥, 謝謝這幾天來 你經常照顧我, 開解我 杨茜, 以後我都留在這裡照顧你了 我已經懂得照顧自己了 你不需要再留在這裡 我不是要照顧你一時 而是要照顧你一世 不需要 你根本就不需要 擒逼自己做些不喜歡做的事 我知道 你答應我爹 只不過是想在臨終之前 得到一點安慰而已 不是, 我答應你爹照顧你 不是出於測癮之心 而是出於自願的 參見都督大人 找到小橋的客人了嗎? 兵職無能, 暫時還沒有消息 你找不到他, 竟然敢來見我 都督, 整個都不太大 雜時之間要找到一個人出來 不太容易 不過你放心 卑姐一定會盡力 務求找到夫人的下落為止 對了, 都督 你給多一點時間順帝吧 我相信他一定會找到小橋姐姐出來 我知道 小王是你姐姐 你根本不想我找到小橋 所以你不著緊去找 都督, 我相信順帝不是這種人 請都督不要誤會 因為都督想把你的事保密 小人才不敢多派人手去找 廢話 馬叔 我現在給你三日的期限 如果你找不到小橋 我要你人頭落地 粉都督, 三日的期限實在太少了 對了, 都督 分明如三, 為令者斬 是 你們去那邊找吧 是 是 你們找到都督夫人的下落了嗎 秘職無能, 還沒有下落 既然沒有下落, 居然膽敢偷懶 小人不敢, 卑職盡力去找的了 廢話 我不聽你們兩個解釋 我要的是夫人的下落 我現在給你們兩天的時間 如果找到夫人的話 自然重重有償 如果找不到的話, 立即處斬 大人, 兩天的時間實在太少了 不用多說 好, 君靈如山, 你們好自為之 你們幹甚麼? 我突然殺了你 我問你們, 為甚麼要這樣做? 是你逼我來這樣做的 參見諸郭大人 馬遜 你今天來找我有甚麼重要事? 我想求大人引致我做一官半職 你不是在周都督上辦事嗎? 周如他根本沒當過我是人 所以你就要離棄他了 是他逼我這樣做的 你憑甚麼值得我相信你? 大人, 我有一個秘密 相信你很有興趣知道 小橋姑娘她根本還沒死 小橋還沒死嗎? 是呀, 主公 主公, 這是我們殺周如的大好機會 我們假意傳出消息 說小橋姑娘落在我們手上 周如是不敢把這件事張揚出去的 他只會帶幾個心腹的手下 來這裡問我們拿人 到時候我們埋伏了重兵 周如就必死無疑了 對付周如不需要這麼勞私動眾 現在周如在我的心目中已經不足為患了 主公, 你的意思是… 周如可以為了一個女人 弄得更半親你 你說她這種人還有甚麼作為呢? 主公, 你果然高見 馬純 是, 主公 你可以把這件事告訴我 證明你對我會忠心謹謹的 那我以後就封你為刀衛 你要好好為我效力 多謝主公, 馬純定當盡力效忠 姐姐 順弟, 你不要幫刀刀找小橋 來這裡幹甚麼? 以後我都不用再找小橋了 就算刀刀夫人不見了, 也與我無關 為甚麼你這麼說? 姐姐, 現在主公已經封我做刀衛 以後我都不用再幫周如做事 你現在離開刀刀而投靠主公 我總有在擔心 我擔心刀刀不會就這樣放過你 現在我有主公幫我撐腰 周如他耐得我甚麼好 不過我總有在擔心你 你放心吧, 姐姐 我自己會照顧自己的 刀刀 阿Sir 我吩咐你去找小橋 為甚麼你還在這裡? 周刀刀, 你現在開始 已經沒權再指揮我做事 因為主公已經封我做刀衛 以後我只會替主公效力 而至於你失了我這麼好的幫手 我也很抱歉 混帳 你竟然敢背叛我 周如, 你不可以怪我 你居然可以為了一個女人 現在也要殺我 不是我不幫你 只不過你不像主公這麼資材良用 閉嘴 不要呀, 順帝, 不要再說了 我命令你立刻找小橋 如果我不找, 那又怎麼樣 如果你不找, 我就殺了你 不要呀, 都督 不過你不要忘了 順帝 我是主公的人 殺了我, 你怎麼跟主公交代 不要呀 不要呀 如果你夠膽的話, 你就馬上殺了我 你快要殺了我 如果你夠膽的話, 你就馬上殺了我 殺… 神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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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這個義軍勤勢 沒有我對你一片真心 你連我弟弟也殺死了 你不用妄想了 小橋是不會回來的 他永遠都不會回來的 你不要再說了… 你不要再說了 我真的要說 小橋永遠都不會回來的 小橋 小橋 神仔 雷毛, 我是不是真的這麼沒用 陸信, 你告訴我 我是不是為了那個女子 要救到終半真理 你們為甚麼不出聲 你們為甚麼不回應我 都督大人 天下美女多如天上浮雲 恕卑即狗膽說句 都督不應該為夫人犧牲那麼多 對了, 都督大人 男人大丈夫是應該以功名事業為重 對女人是應該放開的 不然只會一事無成 不錯, 你們說得對 女人算甚麼? 小喬 小喬算甚麼? 小喬 我們喝 喝 喝 看賓都督大人 甚麼事 小喬發現先夫人最近經常在西凌庵出入 說不定都督夫人會躲在裡面 小喬 小喬 小喬面色紅潤了很多 她這次復原得這麼快 也是多虧你幫忙 其實我幫到甚麼忙 這些都是七星譜的功效 真是想不到七星譜真的可以起死回生 這些都是小喬姑娘前世職得的福 所以她今世命不該絕 最後那一重都差不多時間完成了 師父... 怎麼了? 師父... 周都督大全幫人在抹手進來 大嫂 這麼久沒見, 必來無恙 周都督, 這裡是佛門清靜地 你不應該勞私動眾 破壞出家人的清修 都督, 我們四周人找過 不見夫人的蹤跡 回稟都督, 所有地方都搜過 只有石室沒進去 帶我去看 你不能去, 小喬不在 看你這麼緊張 如果我沒猜錯, 小喬一定在裡面 小喬 好, 小喬 我還是在前面 我把人家都拒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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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把人家拒絕了 去 把人家拒絕了 我把人家拒絕了 你把人家拒絕了 這兩年, 你也拒絕了 你幫我救了, 你暈了我的仇室那麼久 我今天要報仇, 我要殺了你報仇 好, 你殺了 能夠死在我心窩人手上 我也沒有話好說 我知道你現在很討厭我 不過這幾年 我所做的一切完全是為了你 無雲處理, 都是無非太愛你 你別以為用三言兩語 就可以感動到我不殺你 你的所作所為, 我今天一定要殺你 好, 你要殺儘管殺 你以為我對不起你, 以為我害了你 其實是你對不起我, 是你害了我就真的 你怎麼說 我說的全都是事實 我為了你搞到中半親民 你以為我很想作戰自己嗎 我是一個堂堂的東吳大都督 天下監有多少美女我都不喜歡 而天天喜歡你一個 想不到現在你竟然說要殺我 當年你向荊州被茂岳抓了上山 我不顧大將軍的身份 向皇根領導救你 究竟我做了甚麼 後來我們成了親 你有了我們的骨肉 我讓我們開場相私手 但你竟然適月害死我們的親生骨肉 這件事我都原諒了你 我暈住你 無非是希望你可以回心轉意 我為你犧牲了多少你知道嗎 當日你當為受傷 我為了要找華佗救你 犧牲了孫大哥的命來醫好你 我寧願犧牲了結敗兄弟 我寧願犧牲結敗兄弟 而背上不義之名 無非是太過愛你 你現在竟然說要殺我 如果你認為我應該要殺的 那你下手 小喬 小喬 你原諒我 我發誓 我以後一定很好對你 你不要離開我 小喬 我們的恩情以後就一刀兩斷 我不會跟你在一起 我今生今世都不會喜歡你的 小喬 我們已經有了夫妻的名分 我們可以重新來過 杜杜夫人的墓被你立了 你就當我死了 小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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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老頭, 你不用躲起來了 快點出來 甚麼是你? 對, 叫老鬼快點出來 難道他一輩子想做一個縮頭鬼嗎 你很想見他嗎? 二十年的恩怨 這一筆帳我一定要跟他輸 好, 你跟我來 我爹就在這兒了 沒理由 黃老頭沒理由會死的 我爹為了了解你和你之間的仇怨 他已經自斷驚迷而死了 黃老頭, 你實在太逼逼 你明知道我一定要親手殺死你 你居然自斷驚迷而死 我今天要毀這個份子, 我心頭之痕 人都死了, 你還想毀份 他任人妻女 他女兒 我今天要毀負債女兒 是嗎? 一人犯罪罪不及妻女 更何況黃老前輩已經死了 你又何苦再難為黃英姑娘呢? 這是我兩家真仇 如果你不想惹禍上身的話 就不是多管閒事 黃老前輩是我岳掌 而黃英姑娘是我沒過門的妻子 我又怎麼算是多管閒事呢? 好, 既然是這樣子才殺了你 你的內傷未好 就算我贏了你也不算是英雄 更何況你還不是我的對手 好, 青山依舊, 落水長流 我這個神一定要報的 怎麼這麼晚還不睡呢? 我在這裡等你 諸葛大哥, 很感謝你今天出手相救 我們既然有夫妻之命 你的事就是何事呢?又何必這麼俱禮呢? 尤其是我想跟你說清楚 你不需要再遵守自己的諾言 我爹也死了 就算你怎麼做, 我也不會怪你 我答應你爹, 我就要對你負起責任 我可以對天下人承認你是我的妻子 我要跟你成親 只要你三年校服滿了 我們就立刻成親 諸葛大哥 我可以讓一場 你讓一場 你讓一場 我不敢在這裡 你讓一場 你讓一場 你要讓二漂亮 你讓一場 我讓一場 你讓一場 你讓二場 我讓一場 我讓你讓一場 來, 走 子蘭 幹甚麼 你看, 那個小孩子手是拳 像這麼熟似的 別管那麼多了 我們還要趕去荊州 不行, 我過去問問他 相公 小朋友, 你這套五行豬仙拳 耍真精彩 看不出你也挺懂的 可不可以告訴我 是誰教你的 我有兩個師父, 你想告訴我 就是教你這套拳那個 教我這套拳那個 就是我師父的未來丈夫 他是不是叫朱葛梁 你怎麼知道 那再一個師父叫甚麼名字 他現在再是我師父 不過就來不是了 他嫁給我未來師父之後 他又自己做了師母 那你的未來師母叫甚麼名字 昂櫻 昂櫻姑娘 你認識我未來師父和未來師母嗎 沒錯, 我是你師父多年朋友 你可不可以帶我去見他 看你也不像壞人 不過就算是 你也不是我未來師父和未來師母的手腳 跟我來吧 師父, 師父, 朱葛大哥 師父, 朱葛大哥 有甚麼事 朱葛大哥, 朱葛大哥 有人找你 人生真是變幻無策 想不到黃老前輩這麼快才有 世事千變萬化 很多事不是人可以預料得到的 就像我跟你一樣 幾年前我們立志要救天下蒼生 但是幾年之後 我們大家都引居田野 我覺得世上最幸福的人 就是一個平凡的人 沒錯 來, 我們兩個平凡的人喝杯 朱葛兄, 你跟黃姑娘為甚麼會... 這是上天的安排 可能我跟黃英是有緣的 當年你和小奇的孤零感情 經過這麼多波折 你們重逢的時候 我還以為你們有好結果 但是我沒想到天道紅顏 小奇的孤零感情 也不需要麻煩 以後可以一心一意對黃英 朱葛兄 我知道你對小喬姑娘 還有念念不忘 其實你認出黃姑娘 是不是因為黃老前輩的關係而同情她呢 不是, 黃英也是一個好女孩 我是對她真心真意的 那就好極了 朱葛兄, 祝你們倆同鞋白手 紫蘭姑娘, 我真羨慕你和劉公子這麼幸福 其實你也不用羨慕我們 你和諸葛公子不是一樣嗎 是, 她現在比以前對我好很多 可是我知道她心中 還想著小喬姑娘 小喬姑娘已經死了 你不用這麼擔心 我想朱葛公子 慢慢就忘記了她對小喬的感情 望是這麼望, 不過不知為甚麼 我的心眼是很不定的 你不用這麼多心 等你守完校 就可以和朱葛公子正式成親了 紫蘭姑娘, 我們出來很久了 不如回去吧 好 小喬姑娘 小喬姑娘 小喬姑娘, 你不是已經... 說起來就長篇了 等我明天有機會慢慢說給你們 我正想找你們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見過諸葛公子 有沒有見過 有 那你告訴我他現在在哪兒 你來遲了 諸葛大哥前夜已經走了 那他現在在哪兒 我也不太清楚 諸葛大哥以為你死了 他很傷心 他說要四海為家 沒有 無論去到哪兒 我也要找到他為止 兩位保重 黃姑娘這樣怎麼行呢 相公, 我們怎麼可以告訴朱葛公子 但是這樣對小喬姑娘 實在太不公平了 那有甚麼辦法呢 黃姑娘和諸葛公子已經有婚約了 我們又怎麼忍心拆散他們呢 相公, 這件事由得他順其自然 不行, 我去見諸葛兄 相公... 黃姑娘, 羅公子 我知道你一定會來找諸葛大哥 我求你不要把這件事告訴他 不行 你這樣做對小喬姑娘 根本就不公平 而且你應該被絕對 慶自己的抉擇 我騙小喬姑娘 只不過是不想諸葛大哥 再次為他痛苦 何況這陣子的心情已經平復了 如果再讓他見回小喬姑娘 我真不知道他會變成怎麼樣 其實我這樣做 只是想我們可以 過平淡的生活 羅公子, 我求你承住我 不要拆散我們了 大公子, 櫻, 外面這麼冷 你不怕冷 你看, 你手都冷了 下次晚上一出房 記得穿多件衣服知道嗎 我知道了 大公子, 睡不著嗎 是不是想找我束室夜談呢 我一定要奉陪的 是, 我有件事想跟你說而已 我是想向你辭行 明天我打算回荊州 那你幫我問候主公 還有, 一路上要小心 劉忠隨時會對你不利的 你放心, 我會的了 黃姑娘, 我祝你和諸葛卿 永遠都這麼幸福 謝謝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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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你